高雄獎得主 今年2010年高雄獎得主正式公佈 總共有5名高雄獎得主 他們平均年齡都非常的輕 事實上創作的歷程卻是非常的完整 這是非常有趣的就是說在我們高雄獎得主當中 我們看到了過去二三十年 台灣在當地藝術的基盟和培養人才 的確已經開花結果 因為我們看不管在利用不同的媒材 在傳統或在新穎的媒材 或是利用不同的創作形式、創作語言 以及不一樣區域性的脈絡關係 都得到了很棒很棒的藝術成果 所以我們也看到百中南東各地不一樣的 二三十歲的年輕世代的創作者 用呼應台灣過去的歷史 然後特別在電話跟在美術專業上 學習上的成果 那不管在平面這個立體錄像 或是說是用這個 比較年輕世代的這個外視態度 處理的這個這個錄像的作品 都出現了很有趣的這個結果 那高雄獎在過去的這個幾年的經營之下 不僅已經這個與其他的公辦媒展 等量機關甚至有臨價的趨勢 那高雄市立美術館也能夠 透過這些藝術創作者最豐富的這個藝術語言 把台灣的當代藝術順利的推產到這個國外 那所以譬如說 我們在利用高雄獎獎機場的這個 這個進出進的這個lockdown 充分的展現高雄獎务界的得主 從過去的兩號現在的發展 或是說在其一陣子 在韓國釜山的青島南美術館 利用高雄獎的這個得主 這個列為高雄市立美術館點藏的這個作品 去充分的展現台灣從80年代初 那個一路走來當代藝術發展的一些特色 我這一次的主要的作品就是那個 那一件林口怪獸 它是總共有五組 短五組蠻短的錄像 然後它是一系列的作品 那五組就一部分也是 一件差不多不到兩分鐘 差不多兩分鐘 然後裡面就是 都是關於 事實上是都在關於林口那一個地方 林口新市政的時候 它有 它因為 我一開始是看到它有一個很大的智鴻池 然後在那智鴻池 有一些是乾枯的 有一些是有碎的 然後主要就是關於那一邊的地地生態拍的影像 然後 在做這個影像的感覺我主要是說它 就是通常人家在拍 比如說常看到Discovery 或國家地理頻道它拍的影像都是 那種紀錄式的生態影片 然後我想做的一個翻轉是說 它原本是從一個是單純客觀紀錄的生態影片 變成一個它有一點類似是編導的生態片 就是它裡面的東西很多 比如說 竹獸羅 它可能只是被帶 那個我把它拿到旁邊的紅布上面拍 然後把它編導成一部 有一點像是怪獸電影的那種感覺